12月19日 加拿大全球事务部发言人证实 第三名加拿大公民沙拉·麦克福因工作签证问题在中国被捕 就在国际舆论纷纷谴责中共此举是劫持人质报复加拿大时 多伦多星报20号惊报 中共已经以各种理由拘留了大约200名加拿大人 该报报道 据加拿大联邦政府消息人士透露 他们中少数人涉及政治因素 其他包括所谓双重国际问题 涉嫌违反签证规定 醉酒吸毒等等原因 虽然加拿大政府多次表示 这些拘留行动和孟晚舟被捕没有明确联系 总理特鲁多也保持审慎低调的言辞 但是路透社援引多名西方驻华外交官指出 中共的连串拘留行动是针对孟晚舟的被逮捕事件的 以牙还牙式的报复 加拿大环球邮报12月14号发表一篇标题为 特鲁多对华幻想的终结社论 文章表示 孟晚舟案摧毁了特鲁多政府的对华政策 同时也埋葬了中共的对家政策 特鲁多政府被迫擦亮眼睛去了解中共的本质 该文认为 北京露出了真面目 他们要加拿大废除同美国的引渡协议 还要加拿大联邦政府去干预司法体系 在中国根本没有法治 如果政府说你有罪 你就有罪 统治者就是法律的制定者 那么 中共这次为什么对孟晚舟事件如此重视 孟晚舟是华为创办人兼总裁仁正飞的长女 也被认为是华为未来的掌舵人 由于仁正飞的中共军方背景及华为的发展史 外界一直怀疑华为受控于中共 大陆学者中国问题研究人士林双表示 因为孟晚舟掌握的军事情报太多 中共担心它被美国引渡后会泄露机密消息 英文大纪元最近发表独家报道 深度解析华为如何被用作间谍和颠覆的工具 并举行了作战会 明确指出华为与中共的紧密联系 华为大部分客户是中共安全机构 该公司协助建立了过滤中国互联网的经短工程 还有基于追踪公民行为来打分的所谓社会信用系统 该系统被质疑是中共主要用来对付意义认识 另外 华为还参与建立遍布全中国街头的天网监控系统 作为全球最大的电信公司 华为对5G市场野心勃勃 期望插足全球大部分的5G信息交换网络 却屡屡说错 五眼联盟成员国 美国 英国 澳大利亚 加拿大和新西兰 逐渐将华为排除出5G网络建设的供应商之外 日本 法国跟随行动 德国也在考虑加入其中 据了解 自205年以来 中共在建设5G的费用超出美国240亿美元 同时 中共扶植本国企业 迅速占据全球5G网络设备市场 旅美时事评论员唐靖远表示 华为真正的优势不是技术层面 而是在于它的成本战略 专家认为 很多国家对华为和中兴的5G开发保持警惕 并非害怕竞争或被中国超越 而是因为中共对内监控民众的事实 让各国无法缓解中国电讯企业带来的真实间谍风险